你好 欢迎收看12月12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路易会 原住民主委员会成立迈入第25个年头 为了持续经济政策也听取主人的意见 从今年10月30号开始由主委一将巴洛尔亲自下乡和主人面对面 在各个地方要展开71个场次的座谈会 这个周末假期是来到了吉安乡 受到主人们热烈响应 部落主人坐在台下拿起笔来不停将简报内容做下笔记 为了持续经济政策并听取主人意见 原住民主委员会从10月30号开始就由主委一将巴洛尔亲自下乡 与主人们面对面在各地预计将展开71场次座谈会 那我们来办这个座谈会最主要的目的是 我们希望透过走路基层到每一个乡镇市这个地方 来跟我们的主人还有我们的地方首长来报告 我们25年来研民会推动政策的一个成果跟方向 这是座谈会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那另外一个更重要的目的是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座谈会呢 来让我们的主人跟我们来建议 还有什么地方我们做的不足的地方 让我们在新的未来的25年的研民会呢 可以来提出更新的政策 而近年来研民会在地方的溢柱支持 除了乡镇首长最有感 也受到部落族人的十足肯定 感谢我们研民会在这段时间开启部落非常适性的建设 尤其在我们的文化健康站 从108年的三个健康站提升到110年现在的八处健康站 尤其在这段时间里面看到我们的法基百利长辈的乐活 这是我们在执行上面最欣喜的 其中要跟原民会来感谢的是 我们的这个土地所有权 环地于我们的原住民 从限缩的五年一直开放到现在 我们取消了这个五年的限制 让我们的这个土地的所有人 可以直接拿到权状 办这样的尝试是最好的 让一些阿公阿妈知道说 政府也在帮我们做事 就是说很多的活动他们也都在推 不是只有嘴巴讲 原民会成立已经步入第25个年头 目前已经在各地展开60场座谈会 超过3000人参与 这次更走入蓝宇 澎湖 基门等离岛地区 听取族人们的心声 而在11号上午前往了吉安湘 也受到族人们热烈响应 期望原民会在未来的25年中 还能持续推出好政策 记者 陆宇慧 徐立琴 吉安湘报导 六十岁以下 六十岁以下 地区冬奏面